抗战衡阳会战中的贵军凶悍顽强,一个连冲锋后只剩二十多人搜狐军事。 作者,萨莎本文章为萨莎原创,谢绝任何媒体存在,萨莎讲史堂第713期,历史系列第288讲。 此时,侧翼的贵军第四十六军终于增援上来,和第六十二军靠拢,第四十六军是白重洗的王牌之一,本来由大名鼎鼎的下位担任军长。 该军是贵军的骨干,本来是绝对不会离开广西的,此时衡阳战况危急,各路援军兵力尚且不如日军雄厚,根本打不进去。 蒋介石无兵可用,被迫向白重洗求援,放的平时,白重洗恐怕不会随便拉出自己的本钱,去碰硬骨头。 然而,白重洗是天才军人,自然明白长恒会战失败后,日军必将进攻广西,复仇之下焉有完卵,万般无奈下,白重洗顾不了这么多,命令四十六军立即北上解围。 贵军装备差,但战斗力很强,他们立即梦攻固守恒阳西边的日军第四十师团,新编十九师主攻的阵地之一,就是淤木山。 恒阳已经到了最后关头,国军各部急行军赶到前线后,就立即发动攻击,贵军缺乏火炮,只能由中美联合空军进行轰炸,充当炮营使用。 第四十六军新编十九师,第十八连连长王玉福回忆,我下命令给全连官兵我们装备差,火力够不到敌人,不要随便开火,要带够爆破筒和手榴弹,其他全部轻装,各班互相掩护,交替前进。 全线攻击开始后,我们连是主攻部队,冲在最前面,迅速通过开阔地接近山脚,此时日军火力封锁还不延,当攻到山腰时,日军暗保交叉火力开火,将我们完全罩住。 后续部队被远远隔离开,我们匍匐在凹地里,子弹横飞,炮弹如雨点般落下,非常危险。 我掏出未婚妻的照片,心里默默想,我再看你一眼,等到冲上去,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你了。 此时,中美联合空军六架飞机赶来,开始对于母山反复扫射轰炸,火军火炮也开始炮击。 我方飞行军技术高超,炸弹投掷非常准确,敌人一些碉堡被摧毁,火力顿时减弱。 我连立即乘机前进,梦攻梦打,枪林弹雨,每个人每分钟都有数次生命危险。 仗打到这个份上,大家已经顾不上怕死了,你越怕死,反而死得越快。 突然,一排子弹向我扫来,从我身边擦过,就在我庆幸命大的时候,身边的钟永坚排长,却一头栽倒在地上。 我急忙扶起他,见他胸口到处逝去,却不知道子弹打中哪里,钟永坚似乎想对我说点什么,但嘴唇动了几下就牺牲了,一句遗言也没有留下。 我和钟永坚关系很好,恒阳战役前夕,他的未婚妻特地从南宁转来探望,我还特地留了一间单间给他们,没想到,这么年轻这么优秀的小伙子,竟然就这么死了。 我悲愤万分,发誓要向鬼子讨还血债,此时,周边到处都是枪炮,喊杀声震耳欲聋,我毅然告别了钟永坚排长的遗体,继续带着战士们向山顶梦攻。 此时已经有数十名战士牺牲,全连官兵满腔北奋,同日军彻底拼了命,我们越战越勇,很快攻上山顶,奋力和日军投胆,拼刺。 这种近战和山地战,是我们贵军的特长,日军也不是我们对手,最终,山头日军被我们全部歼灭。 全连刚想休息一下,将伤员抬下去,万万没想到,日军迅速发动反攻,也不知道日军哪里来的这么多部队,从三面向我刚刚夺取的阵地梦攻,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敌人。 我命令部队梦打,无论如何也要坚持,这样苦战了那几个小时,一直打到黄昏,期间敌军几次攻击,全部被我们击退。 战斗极为激烈,全连九艇机枪,竟然打坏了六艇,只剩三艇了,见敌人太多,眼见就要冲上山头,我一把夺过身边班长的机枪,哪里危险就去哪里射击。 又激战了三个小时,到天色全黑,终于再次击退了敌人,此时日军又像潮水一样涌来,发动了夜袭。 我连不剩几个人,实在坚持不住了,我命令活着的弟兄暂时后撤,等待援军赶到再发动反攻,我则亲自带着几个兵电后,负责掩护,他们撤下去了,我还在用机枪发疯一样地打,当时我想,这么多弟兄都倒在阵地上,我是连长,哪有脸活着会去。 最后关头两个勤务兵冲上来拖我,我骂,滚开,你们自己走,别来拉我,勤务兵急着叫道,连长,你还要指挥我们反攻啊,你死了,我们还怎么打? 我不听,他们就手脚并用,将我硬拖了下去,到了扇下,我清点一些人数,包括没有到前线的吹噬员和伤病员,全连150人,现在仅剩20多人。 下来以后,我被火仙提拔为第二营营长,带着三个连的援军继续反攻,我军前仆后继,攻击梦烈。 我虽然是营长,传承贵军的传统,一样冲到第一线,激战中,突然我眼前一黑,额头像被石头砸中一样,瞬间摔倒在地上。 赵副官急忙扶起我,发现我头部重担了,万幸的是,子弹只是擦过头骨,造成严重的脑震大,却不致命。 赵副官将我扶下前线,送到后方医院,在这些部队的梦攻下,四十师团长青木成衣深感难以支持,紧急向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要求支持, 并且解释第二百三十四连队已经坚持不住。 专横的横山勇却回答,你的任务是进攻横阳,混战到八月五日,国军增援部队值得横阳危机,集中全力梦攻,少量炮兵几乎将所有炮弹都发射出去。 在国军梦攻下,第二百三十四连队伤亡极大,阵地千疮百孔,该连队的第三大队的四个中队,残余兵力最多的不过二十四人, 人数少的中队仅剩两人,及第九中队剩十七人,第十中队剩二十四人,第十一中队剩十一人,第十二中队仅剩两人,几乎拼光了。 这种情况下,师团长青牧城一整年令连队长护田一职,不得后退一步,为者就递枪决。 到了后来,第二百三十四连队连马夫和机关的文职幕僚全部派上前线, 因弹要缺乏,一些士兵只能捡贵军投掷过来的手榴弹,再反升回去。 四十师团长青牧城一认为,当年日战争最激烈的战斗,无非也就是这样。